第168章 放下 家人相见 姿势悲喜交加 顾海看着因为长途跋涉而满面疲惫的母亲和妹妹 心里又是欢喜 又是自责 而曹氏看着半年多未见 高高瘦瘦 因操劳而略显憔悴的儿子 则是又欣慰 又心痛 南章县衙 略显破旧 用于家眷居住的院落虽然狭小 但显然是精心收拾过 仆妇们忙着铺设 母子三人坐在前厅围桌边 边吃边谈 菜肴虽然不多 但色香味俱好 娘 这是县城最好的酒楼做的 是这里的褐色 你尝尝 可何口 顾海不断的起身布菜 十八娘 这是炸鞍蠢 你最爱吃 曹氏吃了几口 看着对面儿座的儿子女儿 带着满满的感触 叹了口气 唉 咱们一家人坐在一起 粗茶淡饭的也胜似神仙呀 娘 来 请喝一口新鲜酒 顾十八娘笑道 一面冲着举起酒杯 自己抬手先饮 十八娘 不许你吃酒 甚至喊 曹氏立刻说道 过海神情一宁 看向顾十八娘 妹们怎么了 她的视线在顾十八娘面上寻视着 啊 没事 顾十八娘一笑 一言放下酒杯 前一段过于劳神 彭一真那家伙便说了些夏姑娘的话 顾十八娘中毒的事 瞒住了曹氏 这个毒已然无解 但不接触炼油 又不会诱发伤身 只要为了师父报了仇 哪怕既缺一脚 又如何 顾十八娘并不在意 但不代表曹氏听了也会不在意啊 她如是知道了 只怕这辈子都要揪心挠肺的 这时候 不知道反而是一种幸福 这半年来 她们兄妹书信来往频繁 但却有一个相同的习惯 那就是报喜不报忧 更何况 自己妹妹的性子 过海也知道 因此 根本就不信她的轻描淡写 但她没有再问 妹妹如果不说 这是有不说的理由 她从来不是任性行事的人 也正因为如此 才更让她觉得心疼 酒桌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黯然 顾十八娘察觉了 音笑道 这是怎么了 咱们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莫非神仙快活就是这样的 曹氏和顾海都笑了 这里条件不好 娘和妹妹委屈了 顾海带着几分歉意地说道 比咱们当初在仙人县还要不好吗 曹氏说道 称怪地看了儿子一眼 更何况当初还是前途茫茫未知 那种心情跟此时相比 是天上地下呀 短短两年时间 他们的日子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母子三人同时想到这个 抬头视线相对 我说过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顾十八娘说道 以茶代酒一眼而尽 曹氏和顾海也都吃了酒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曹氏轻声说道 声音微差 当初女儿的话带给她的冲击 从来未曾消失 是 顾十八娘清净地吸了吸鼻子 眼圈微红 她再一次重复一遍 是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差点就给忘了 她的声音渐渐低下去 最后一句话终不可闻 过年呢 咱们一家人在一起过年呢 这是大喜事啊 顾海笑道 拍了拍桌子 自己蒸了酒 又给曹氏蒸上 来 为了又过了一年 为了这第二年 咱们同意 第二年这个词 让曹氏和顾十八娘 面上都一阵 没想到 一直以来被大家刻意回避的那件事 她如此轻松畅快地说出来 不管明天会如何 我们活在当下 顾海神色朗朗 喊笑说道 举起酒杯 活得快快活活 乐乐呵呵 活得畅快淋漓 无怨无悔 这就值了 管他明日 是生还是 他终于咽下了那个死字 大过年的 还是不说得好 是 顾十八娘举起茶杯 哥哥说得对 曹氏看个女儿 又看个儿子 眼中泪光闪闪 也举起酒杯 三人嘘碰一下 仰头引进 南昭的日子 就这样慢慢地过起来 这里比仙人县还要小一些 再加上金冰铁蹄的连年蹂躏 人烟稀少 自从双方停止交战 再次划定界限而至 这半年多的日子休养 渐渐地才有了几分生机 曹氏只守着儿子被吸满一足 每日在家里带着仆妇们安排三餐 或者与来往的乡绅家父们座谈 日子过得悠闲而自得 相比于不出门的曹氏 顾十八娘倒是更爱出门逛逛 并不要公务繁忙的顾海相陪 而是只带着一个丫鬟 由阿四赶着车随意而行 小姐都去做什么 顾海有些好奇 一日趁空闲叫来阿四问道 顾十八娘跟曹氏 却一乡绅家父宴了 也没什么做什么呀 阿四挠挠头 没做什么 是做什么 顾海笑道 逛街吗 顾十八娘自来没有这个习惯 再者 这小地方也没有什么可逛的 去哪里了 哪里都去 阿四说道 皱着眉苦苦地回想 山脚下小河边城门外 顾海皱起眉头 这不对呀 妹妹这样子不对呀 才要吗 他问道 阿四摇摇头 没有 就是什么都不做 嗯 顾海一问 就是坐下来什么都不做 看 阿四结结巴巴地描述 看 看 看什么 顾海皱眉道 嗯 看天 看山 有时候还看枯草 阿四 说道 一面伸手指指天 指指地 天气晴好 我后的阳光暖暖地 投在小院子里 隔壁仆妇们在江洗被褥衣上 传来阵阵说下 顾十八娘躺在摇椅上 裹着厚厚的斗篷 瞇着眼望着青蓝的天空 身子随着摇椅轻晃 她的脸上带着几分用来 这样的神情 顾海还是头一次 在顾十八娘脸上看到 她已经保持这个姿势 将近一个时辰了 真的是看天 看云 顾海不由地再一次抬起头 也看了眼天 十八娘 她慢慢走过去 顺手扯过一张长凳 在顾十八娘对面坐下 顾十八娘抬眼冲着笑了笑 换了身哥哥 说说吧 顾海看着她低声说道 说说吧 怎么突然决定来这里 怎么突然整个人变了个样 还有 身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顾十八娘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眼中却是慢慢地流下了一行泪 顾海心里一沉 却并没有出口询问 就那样凝视着的 这已经好多了 顾十八娘笑着 抬手用袖口擦去眼泪 哥哥别怕 我已经不传哭了 哭也没什么 哭不是丢人的事 该哭哭 该笑笑才好 顾海说道 伸手帮他擦去另一边的泪 顾十八娘深吸了一口气 略一沉思 背开身子中毒的事 而是语气缓缓地 将施安林的事说了 待听到施安林家内 不为人知的暗潮 顾海面色变换不定 那些可都是至亲之人呢 竟然互相以命相搏 荣华富贵 母慈子孝 胸有地公 笑语炎炎之下 竟然是生死相斗 原来 一切都是个笑话 顾十八娘 难难自语 可笑啊 可悲啊 可叹啊 我顾十八娘 原来是瞎了眼 白活了一世 怪不得那老和尚 要我放下 要我睁眼细看 对自己的亲舅舅 施安林都能 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 对自己的亲外甥 赵大人也能不惜迫害 这些人 决绝到令人心寒 决绝到没有人性 这样的人信奉的是死亡终结 一切在这样的人眼里 根本就没有无辜一说 只有敌友之分 且斩草除根 毫不留情 就为了这样的人 我还曾抱着 同归于尽的念头 顾十八娘自嘲的一笑 为了这样的人 我竟然不惜再次舍得性命 舍得好容易得到的娘 和哥哥 我满腔仇恨 胜不如死 却发现 一切原来恨无所计 原来只是自己折磨自己 顾海看着妹妹满眼的疼心 呼得她笑了 十八娘 你放下了 这样不是很好吗 她喊笑说道 何况也不晚 现在才第二年而已 我们还要过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过十八娘也笑了 随着摇椅的摆动 点头 对 我放下了 从此后 我要好好的活 吃好 玩好 哦 顾海 拉长声调 带着促侠的笑 哼 所以 你现在早睡晚起 写酒关键 伤风咸云以鹤了 过十八娘哈哈笑了 她知道哥哥 对自己的变化 一定看在眼里 是呀 她笑道 眯起眼 随着摇椅轻晃 我已经决定 要好好享受人生了 吃喝玩乐 挥金如土 挣一个花两个 所以哥哥 以后 养家就看你了 享受人生 跟挣钱养家不冲突的 妹妹 可别这么说呀 顾海 故作严肃的道 快起来 大有声催要的信 来了速封了 钱我都收了 你可不能撂挑子 笑声在院子里响起 传到隔壁丑市的耳内 端坐着挑剪布料的她 一脸满足的 看了这边一眼 日子如流水而过 转眼 鸡血消融 大地回暖 似乎是一夜间 人们换下了厚厚的棉袍 穿上夹衣 我是不是长胖了 顾十八娘对着镜子 左看右看 小丫鬟帮她完好发迹 答道 哪里胖 我这才叫胖呢 她说着话 捏了捏自己圆嘟嘟的脸颊 镜子里的顾十八娘 笑容散开 小姐 咱们今天去哪里玩啊 小丫鬟问道 一脸的雀跃 你们说吧 顾十八娘笑道 站起身来 另一个丫鬟 捧着外衣过来 解下云间 给她穿上 加四他们一起去 河边掺鱼吧 这个小丫鬟 抢着答道 那个多没意思啊 去过好多次了呢 梳头的丫鬟摆手 抬头 看外边春风袭袭的 眼睛一亮 不如去放风筝 又到放风筝的时候了呀 顾十八娘若有所思的看向窗外 小姐 你的信 一个丫鬟拿着两封信走进来 顾十八娘 揪着她的手扫了一眼 认得其中一个是信昭阳的笔迹 另一个则有些面声 她身手拿起信昭阳的信 拆开看 飘落了一片压干的花瓣 这是什么 她不由得捏起来再看信 除了一如既往 简单明了的 炼了要炮制的药 另多一句 这子花已开 送顾娘子共赏 顾十八娘嘴角浮现一丝笑 再拿起另一封信来看 自己潦草似乎是仓促写成 又或者是写信人心情激动 以致握笔不稳 一眼洒过 不由得微微变色 宝和堂 王红兵 顿手求助 几个字手 闯入眼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